大秦 本来大军集结操演是一场反难操持 其细密程度绝不亚于一场大战 更何况将三十万大军如此密集地排列在一片古地 简直比打仗还难 可齐民王就是要这种亘古未有 气吞山海的气势又能奈何 连日来田枕与一般将领精心谋划反复操练 才差强人意地将每个山头都占满了兵士 各种号令衔接也做了极为严厉的规定 可无论如何都是谋划赶不上变化 齐民王率意即兴地振振发作 弄得田枕无所措手足 本来操演与教武是两阵 操演在前看的是战阵变化 教武在后看的是士族功夫 此时亡命一下 竟要直接教武 天枕一阵愣证 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孟长军在旁看得分明 一个眼神示意 田枕恍然醒悟 挺胸一声 嗨 一批令旗 取消操演 急行教武 中军司马一声应命 哑哑转动那面装在高大木架上的 中军司命大稻旗 二十一只罗号呜呜地响了起来 十六面牛批大鼓 也紧一阵慢一阵地隆隆发动 大稻旗发出的第一个号令 是取消操演 罗号同时发出的号令 是准备教武 牛批大鼓 却是指引各军的进出位置 三十万人密集集结 当真是无边的人山人海 本来谋划 是要借操演阵法 一支支退到山上 控出中央教军场来教武 如今大军未退 却要参加教武的不武就位 显然要相互冲突拥挤 且不说操演阵法 与教武原是两套甲咒 操演之后 卸去中甲大盾 方能展现骑军最为擅长的 技机与设意 此刻一变 教武不武要忙着卸甲去盾 骑兵要忙着将显示 天枕像鼓中一瞄 知大事不好 眼见齐敏王嘴角抽搐 落腮胡须 撬成了大卷 不禁冷汗淋漓 双腿发颤 正在此时 降台后的使节群中 却有一人高声赞叹道 争相瞻仰天威 齐军忠诚 天下无双也 诸公以为然否 一般使节纷纷应贺 秦始言之有理 齐王上映天心 下顺民意 诚可敬也 田枕猛然心中一亮 精神一震 揪揪大步 走到齐敏王身侧 拱手高声道 君心敬王若天神 臣请我王助力片刻 荣臣调遣不武 依次通过降台 以瞻仰我王天神之位 齐敏王骤然开怀大笑道 好 终者得之首也 本王助力静日 也是无妨 我王神明 田枕顿时精神大震 不禁冒出了一句 平日羞于其耻的诵词 转身高声发令 三军整肃 不先其后 依次通过降台 瞻仰我王神威 中军司马长续一声 顾不得满头大汉 立即向战古罗号发令 并同时转动大道旗 随着号令大旗的红光 谷中川流不息的兵士们 欢呼雀跃 鼓躁欢呼 齐敏王助力在高台 大山巨石般窥然不动 饶是如此 兵马长河也一直流淌到 第二天红日高升 最后的骑兵 纵是呼啸飞过 这场瞻仰神威的盛大礼仪 也直到暮色再度来临时 才告结束 暮色苍茫之中 只听忠军司马一声惊叫 不好 太医 齐敏王脸色苍白 一座铜像般轰然倒下了 四 不医柴门千里居 碧绿的秋水中 一夜独木舟慢慢飘游 孟长军哭笑不得了 一场匪夷所思的狩猎大阅兵 变成了唯独瞒住了 齐敏王的荒诞笑料 大军的乱象与田枕的恐慌 骤然显出了这支 青龙天军的根底 甘茂的旧级 与列国使节心领神会的应贺 则分明透出了一种 心照不宣的莫大嘲讽 身为丞相 孟长军在那一刻 简直羞得要找个地方钻了 那日晚上 神圣的瞻仰刚刚完毕 孟长军不由分说 将田枕扯进了自己的军帐 家头盖脑一通斥责 天下可有你这等上将军 三十万大军 硬塞到一片河谷之地 谁交给你的 账白打了 兵白带了 齐国耻辱也 田氏耻辱也 田枕本是孟长军同族晚辈 更坚性情宽厚 黑着脸一言不发 莫了只硬邦邦一句 叔父说 亡命如此 该当如何 孟长军被噎得半赏无话 跺脚一声长叹 乌乎上天 如此作践齐国 田文颜面何存也 积愤难耐 竟破天荒的放声痛哭了 吓得田枕连忙扑上来 抱住孟长军 硬是将他拖进了后帐 偏使孟长军恼羞成怒 一脚踹翻天枕 窝到后帐 蒙头大睡去了 回到林姿 孟长军称病不出 整日架着一夜小粥 在后园大湖中飘荡 看看秋阳西斜 小粥悠悠荡到了西岸 却有门客总管冯欢 守在岸边高声道 禀报孟长军 鲁仲莲到了 孟长军懵懂抬头 随即大事惊喜 谁 鲁仲莲 在何处 快快有请 话音落点 岸边黄叶枭淑的树林中 一阵大笑 鲁仲莲来也 孟长军 好兴致 随着笑声 一个红衣大袖 手持长剑的英挺人物 已经到了岸边 仲莲来得好 孟长军一声笑叫 从独木舟中站起 要跃上岸来 不料小舟一个晃悠 却一个亮枪 结结实实 跌坐到了船中 鲁仲莲一阵大笑 可遂主辩 我下来说话 一个轻身飞跃 斩着长衣大袖 落到了方不过一尺的 小小船头 小巧的独木舟 纹丝未动 孟长军物字 扶着船帮笑个不停 好 好功夫 鲁仲莲已经跨步 到了船尾 拿起竹膏指一点 一夜小舟水鸟般 轻盈地掠了出去 三两点便到了湖心 仲莲此来 何以教我 面对这个显然年轻的世子 孟长军热诚坦荡中 透着敬重 与干冒面前的孟长军 判若两人 鲁仲莲丢下竹膏 任小舟飘荡 坐到了孟长军 对面正色道 齐国微如雷卵 孟长军荡真无绝 孟长军惊讶到 微如雷卵 仲莲何出此言 卢仲莲道 赋税加倍 民怨再盗 财货缺少 物价日高 国人金钱 却大肥了外伤 假兵六十万 空耗俯库 法令不顾根本 宣王苏秦之法 日渐流失 贵咒封地虽无增加 兼并之土地 已远远大于封地 赤贫流民 已经便于国中 当此之时 藏有外战 定一发不可收拾 君为丞相 竟不觉 微如雷卵祸 中莲 纵然察觉 又能奈何 孟长军 愧然叹息一声 沮丧非常 鲁中莲一正 不禁红了脸堂 曾几何时 孟长军如此英雄气短 莫非 那青椒神话 也使你懵懂了不成 孟长军白白手道 中莲莫及 你是有些言过其实了 国事还没有衰退 容我慢慢设法 鲁中莲冷笑道 孟长军唯心之言 天下还有何人可信 鲁中莲实言相告 孟长军至少 须得阻止 齐国四面树敌 否则 十年之内 亡国之气 告辞 一言说罢 豁然起身 中莲且慢 孟长军连忙 拉住鲁中莲一斤 来来来 坐了 听我说 鲁中莲喘息着 勉强坐下 孟长军低声道 中莲 托你一事如何 鲁中莲道 先说何事 孟长军微微一笑 坐一回 无关 使节 如何 鲁中莲目光一闪 要我探查列国 对齐动向 孟长军笑道 果然千里距 一点便行 只是 不仅探查 还得斡旋 齐国之位 更在 齐外 鲁中莲点头道 齐国有一个死仇 一个强敌 半个盟友 其余三个非敌非友 齐国若不审时夺势 而抢作霸主 只怕上天也无能为力 孟长军点头道 是啦 幸亏 这个死仇 目前尚无还手之力 那个强敌 也似乎 没有异常动静 半个盟友 也还没有滑脱得很远 只要斡旋得当 该当 还有转机 若能不战而消灭兵货 国人之福也 孟长军有报国之心 鲁中莲 何惜屈迟 鲁中莲有旧事之志 便是齐国根基 啪的一声 两人手掌相击 一阵放声大笑 暮色时分 苏黛来访 与孟长军商议 如何处置甘茂 孟长军便将那日进攻 经过 以及与甘茂的对谈 对苏黛背戏说了一遍 莫了道 此人当得一头 官场老胡 不许我等操吃了 苏黛听得仔细 却摇头道 纵然老胡 此刻也是雪中觅食之时 若无我等扶持 老胡必是冻将 饿死无疑 我只是要问孟长军 此人若在齐国 可能为我所用 孟长军思存一阵道 甘茂虽非大才 也缺失正气 但却积谋多变 亦无大奸大恶之心 依我看 倒是可做你 必绑辅辅助 苏黛点头道 甘茂本是楚人 斡选楚其邦交 倒是正选人物 孟长军笑道 如此说来 你操这个心 若要我出面 说一声便是 苏黛笑道 冬日将到 先安顿他 做个客卿 来春我出使秦国 此事当有分晓 孟长军一拍掌 便是如此 吐了这口痰也轻快 苏黛哑然笑道 如何 甘茂如此讨闲吗 孟长军大摇齐头 不胜感慨的 一声长叹 世间人事 鬼神难名也 按说 甘茂至少不坏 对老夫还颇有启迪 然一见此人 我便凶闷如堵 推煞怪也 可一见鲁仲莲 老夫便高兴 便想大笑痛眼 此等快活 为西年张仪可比也 你说 这人之与人 为何如此不同 推煞怪也 苏黛听得哈哈大笑 田兄真道可人也 原是你秉性通达 与豪杰之士 一气相投 岂有他哉 孟长军连连摇头 非也非也 不是豪杰之士者多了去 若个个令人凶闷 岂不早死了去 推煞怪也 推煞怪也 苏黛笑得不亦乐乎 好了好了 毕竟田兄性命要紧 日后 我来对付肝冒便是 一番笑谈 孟长军郁闷大笑 兴致勃勃地摆了小燕 与苏黛痛饮 应酬周旋之道 苏黛与其兄苏秦 大事不同 多年在燕国与紫支 一般豪事共处 苏黛非但善隐 且酒量惊人 虽不能与张仪 孟长军这等酒神相比 却也是邦交明事中 极为少见 再者 苏黛诙谐善对 极致极是出色 往往对临场难题 有出人意料的精彩对打 较之苏秦的 庄重端言 长测大论 却是另一番气象 孟长军对苏氏兄弟 一往情深 更受苏秦临终之托 将苏黛沿入济下学宫 休息三年 托燕国之困后 在齐国做了上清 以交易论 孟长军对苏秦 敬若长兄 对苏黛却是爱若小弟 但要说饮酒续谈 孟长军却更喜欢 苏黛的洒脱不羁 静子常常酒后感慨 凶债地还 苏秦欠我酒账推多 上天便赐我一个苏黛了 苏黛举着酒绝大笑 亏了二哥欠得多 否则一介不一 苏黛却到何处去找 如此多陈年美酒 也是憋没了几日 两人饮得两桶陈年照酒后 孟长军海阔天空起来 说了不少猎场去世 末了又回到饮酒 兴致勃勃地举着酒绝问 三弟博雪 可知酒德酒品之说 酒有三德 苏黛笑道 明心 趣味 发精神 视为万事不朽 意 孟长军惊讶了 我原是说饮者之德 三弟却生发出酒德 大妙 想那女娲造出人来 原是不会说话 憋在心里要闷死人也 这一碗酒下肚 面红耳热 滔滔不绝 不虚不伪 惧惧真心 若有危难 大呼奋勇 世间无酒 岂不闷杀人也 酒者 当真是 万事功德 苏黛大笑 田雄演绎得更妙 也许 酒就是女娲所造 补偿造人之疏忽也 正是如此 孟长军开怀大笑 练食补天 造酒补人 女娲神明 笑得一阵 苏黛凯然一叹 虽则如此 好眼而不为酒困者 为孟长军也 不不不 孟长军文言大势摇头 善酒而不乱心性者 前有张仪 后有鲁仲连 舍此二人 天下酒人不足论也 这次苏黛惊讶了 张兄不消说的 这鲁仲连却是何人 竟能与张兄相比 得田兄如此精装 孟长军哈哈大笑 千里居鲁仲连 苏黛上卿竟然不知 当真孤陋寡闻也 苏黛悠然一笑 我既不知 当是千里居尚在马舅 可是了 孟长军笑道 一旦出舅展堤 此人便要叱咤风云了 苏黛思存道 此人当是齐国名士 否则孟长军 孟长军不会如此伤心 然则此人官居何止 身在何属 我竟一无所知 孟长军怕得一拍缠案 这便是千里居之旗 不做官 不爱钱 高洁大志 专一的救急救难 苏黛焉鱼笑道 不做官 不爱钱 又救急救难 除了墨家 还有了第二人 孟长军没有理会 苏黛的怀疑讥讽 感慨常叹道 呜呼 与鲁仲连相处 我等 只是污泥浊水也 苏黛这才认真起来 肃然拱手道 田兄有此自比 足见此人必是其为之事 愿闻其详 孟长军大言一诀 侃侃说起了鲁仲连的故事 吉墨城多鲁国移民 到了齐威王时 吉墨鲁氏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部族 鲁人不善商旅 不安官场 更不掺和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杀私斗 只在耕读两字上默默做功夫 族人各个知书达理 奉公守法 秦座善庚 吉代人下来 鲁氏成了吉墨城最有人望的大族 齐国官署 但却文职立元 十有八九都到吉墨鲁氏去找 随意拉一个出来 都及时称职 久而久之 有了一句名言 齐人粗 鲁人补 林子 十利 九为鲁 也是文华流风九成俗 这吉墨鲁氏便有了一个独特的规矩 族长与族中大士不是长老一角 而是族中不一世子们公义推举 而要在鲁氏部族中成为公认的不一世子 仅仅十字是不行的 还得通达师叔礼乐 射车 鲁族人称为六才 也不知这六才是否得了孔夫子 教习弟子的六意传承 反正很是实在 前四样为学问才华 后两样为实用技能 无论从军征战 还是被选为立元 都是立身奔领 通达六才之后 还得由族长主持举行试官礼 隆重地将一顶族中制作的四寸皮冠 带到有成后生头上 方可成为参与公义的不一世子 为其如此 鲁氏部族的事物 百余年井井有条 没有出过一个昏溃族长 族中也没有发生过一次自相残杀 鲁氏便蓬蓬勃勃地兴旺了起来 渐渐地 吉墨鲁氏成了齐国旺族 鲁氏族长也自然成了赫赫乡身 非但吉墨县令静若上宾 纵是齐王 也必在起庚大典之后 亲来拜王 谁想 在齐宣公十三年的时候 吉墨鲁氏的不一世子们 经过公义 却推举了一个最为木讷平庸 连大字都识不得几个的粗汉 做了族长 消息传出 吉墨哗然 这个粗汉叫鲁大杠 大杠者本是鲁人对那种 凡事都吃亏 且静日乐滋滋 脾性却又耿直倔强的 粗汉汉子的善意讥讽 说的是此等人 如大木杠子般 又粗又直又实 这鲁大杠也是奇特 谁家有忙都去帮 哪怕自家活计没干完 帮便帮 还自带干粮 不吃主家饭 如跟随大雨治水的子民一般 谁家精壮男子病了 他便去顶替这家劳役 若要给钱粮回报 他便立即红脸 寻常间 但凡有人喊他大杠 他乐呵呵答应一声 从无半点颜色 后来 官府撂民造册 他竟将大杠 做了官名登了册 这 在文采风华的鲁氏族人看来 只是滑稽莫名 有伤大雅 若是别个 也许连组长都不能通过 毕竟这是鲁大杠 族长笑着说了声 人贵本色 正是大雅 便过去了 因了如此 鲁大杠与其说是名字 误宁说是一个绰号 可正是如此一个人物 鲁氏族人却举足拥戴 非但不依世子 公义推举 而且族人还给鲁大杠 谋设门前 立了一块白玉大碑 赫然刻着 望族千里四个大字 这一切都因为鲁大杠 有个不是初的奇特的儿子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 第三章 东方龙舌 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